他透露一个骚操作 就中考如果成绩不是很好 有些广东福建的家长 家里条件还可以的 他会把孩子送到广 那个东奈亚国家去读什么呢 读三年高中 他满足一定的居住要求 然后回国参加华侨生联考 听说过这个东西吧 400分读一本 550读清华北大 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而且人家理科他不考生物 文科不考政治 他题目很简单 华侨生联考的题目 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说你高考的难度系数 是100分的话 华侨生大概就是70分左右 就这么简单 基本上你教材搞清楚了 适当做一些题 它是容易上线的 而且录取几率很高 他录取的名额 是不占各个省份的统招名额的 它是另外一条路径 但你可能说了 这个路子是不是不公平 实际上是这样的 这帮孩子他出国留学 他读的东西 不管是英式教育 还是美式教育 本身学的跟我们国内不一样 所以他还要在课外 另外抽一些时间来 再学一套国内的教育体系 虽然说现在有些 什么补课机构搞了这个路子 也帮他们去弄 所以他其实也不容易的 多类似的 而且你这个小小的留学生 你初中毕业就出国 全英文的上个环境 你英文能过关了 还有对家里的财力 也有些要求 所以大家看到捷径是在那边 但是他也有些代价 是不是 都不容易 辛苦了 都英 ộm 不是 优优独播客 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